歡迎收看 2018大選觀測站 我是胡婉玲 這一集的焦點 要帶您來看看離島地區 金門縣和連江縣 首先來看金門 金門包含了大小金門等 有12個島嶼 總面積是150平方公里 朝西北大選觀測站 這邊望去就是中國的廈門 金門曾經扮演50年的 戰地角色 到1992年 軍事管制解除之後 才開始邁入觀光產業的新時代 2001年京夏小三通啟動 金門轉而成為兩岸互動的 前線角色 金門因為鮮明的福利優渥 不斷由外縣市人口 遷到金門設籍 因此金門的設籍人口數 從1998年的5萬人 到2017年已經成長 到了13萬人 那麼金門的福利 到底有多好呢 從幼到老 從生到死 都有各項的福利 提供金圓的 就是以高粱酒聞名的 金門酒廠 金門酒廠的銷售量非常好 每年上百億的營業額 有四五十億的盈餘 全數以捐贈的方式 譯住縣庫 十多年下來 縣庫已經有四百多億的存款 限下台灣本島 需要舉債才能夠度日的 縣市政府 金門因為戰地政務的關係 一直到1993年 才開放縣長民選 長期以來也是藍營的票倉 而且是新黨 唯一執政過的縣市 不過在這裡 宗欽的力量很大 像誠信和理信 就是兩大敬竹的大信 而不是政黨或藍綠對決 這次金門縣長參選人多達五位 包括了金門高粱黨的洪志恒 教科文預算保障聯盟的汪辰化 五黨籍的謝宜章和洪河成 目前最受矚目的是現任縣長 五黨籍的陳富海 以及國民黨提名的楊振吾 那麼現任縣長陳富海 2005年的時候參選縣長 而退出國民黨 後來擔任立委 在上一屆縣長選舉的時候 以過半數的得票率 擊敗了尋求連任的國民黨籍縣長 李沃氏 成為金門第一位五黨籍縣長 陳富海擁有金門最大宗親力量 城市宗親會的支持 加上原本要參選的議員 陳蒼江宣布退出民進黨 而且不參選 使得城市派系的整合更加的單純 國民黨方面是派現任的立委 楊振吾參選 楊振吾在兩年前第一次參選立委 就一舉擊敗了吳成典 陳蒼江等老將 那麼最近又有前總統馬英九 立委蔣萬安 以及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宜等 重量的大咖跨海造勢 這聲勢是不小的 好的 關心金門的選情 在這裡我們要請到 台教會副秘書長陳立福教授 來為我們分析 陳教授 我們說到 金門多到了六位參選人 但是有實力的應該不到六位吧 這一次金門的情況是比較特別 就是說民進黨沒有提名 過去民進黨是不缺席 就是做一個政黨他覺得說 金門也是中華民國領土 他們可以沒有提名呢 這一次選前因為提名問題 民進黨唯一一席在金門縣議會的陳議員 他宣布退黨 而且不再替民進黨參選 他也不參加金門縣長的選舉 他壓選很多次了 民進黨其實在金門也是有支持的 五黨籍候選人 這個情況就表示說 在彰顯很特別 民進黨這一次對金門 對苗栗這些做法 很明顯顯示民進黨轉型成一個 以選舉為主的政黨的特性 就是說如果有一些地方選舉 就算沒有人我也希望說 是我支持 或是跟我願意合作的人來當選 在金門苗栗這些地方 這一次就是這種性格顯示的最明顯 金門是最有意思的就是說 金門不是沒有民進黨黨員 可是民進黨願意離讓 就是願意離讓跟苗栗一樣 這個就造成這個 為什麼會這麼做呢 因為金門 雖然大家講是藍軍 但是他的在地意識非常強烈 就金門人先是國民黨黨員之前 他們就先認同我是金門人 有時候金門人這個認同 高於他是國民黨黨員這個認同 所以我們就知道金門 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所有人必須要強調金門優先 要站在金門的立場 他才有機會可以選上金門縣長 現在他現任縣長是要尋求連任 他本身是五黨籍 但是金門的地方姓氏的中青 其實影響力也很大 對 沒有錯 就是金門是一個很傳統的 世主社會 台灣當然也有 但是金門因為台灣的發展過程裡面 是比較因為是前線 所以它發展速度很慢 它也沒有什麼工業化 它現在又非常地靠跟小山通貿易 跟過去也是軍事觀光這一類的 這些產業基本上都不太會帶來 外來人口 反而它都還是人口流失 金門做一個人口流失不增長的地方 表示這樣的一個派系政治 跟地方的鄉親組織的影響 會讓像時空膠囊一樣 凍結到現在為止 不管台灣的本島 經過怎麼樣的太陽花 怎麼樣的空污 或是說年金改革任何的影響 可是在金門就是好像一個時空膠囊 停在那個地方 這裡也讓所謂的鄉親的影響力 就是當地所謂金門縣級的 當地在地人士的影響力 能夠充分地發揮 您看好誰可能當選 因為這些人都是金門人 應該講說不是金門人 連選的機會都沒有 我想只有金門是 絕對外來人選不上 大概可以這麼講 金門連家大概外來人都不用想了 進來裡面的人在 大家才論你說你是國民黨 你是親民黨 你是新黨 或是你是民進黨 那個在第二層次 所以現任的縣長 會不會被現任的立委挑戰成空 這個都有變數 因為兩個基本上都是 有民意支持的 都不是空漿的 這裡表示說金門縣 其實沒有新聞 在選舉上 沒有新聞就是本來兩個 就是在地的政治人物 都是現任的 然後他們要拼搏 是不是誰來接這個幫子這樣而已 所以不管是怎麼選 我應該再這樣講說 藍綠都沒有贏 就是金門人贏 我們再將盡頭轉到連江縣 也就是馬祖 馬祖由36個島嶼組成 是台澎金馬地區最北端的領土 最大的島嶼是南竿 也是人口最主要居住的地方 連江縣的總人口數是逐漸增加的 從1998年6千多人 到今年的7月為止已經突破了1萬3千多人 等於是增加了一倍 其中一大部分的比例是外來人口嵌入 增加的人數最多的時間是在2012年 舉辦博弈公投的前後 雖然博弈公投過關 連江並沒有設立賭場 但是近年來 因為藍眼淚掀起了觀光熱潮 以及南北竿和福州的小三通 為當地駐入另外一股資源 連江和金門一樣 都是金馬地區佔地政務終止之後 1993年才開放民選縣長 連江向來是泛蘭的優勢地區 25年來都是泛蘭內鬥 而且因為連江縣人口少 兩三千票就可以當選 這輸贏常常在幾百票之間 因此六任縣長 不是國民黨籍就是親民黨籍 民進黨在這裡 從來沒有提名過縣長人選 以往競逐連江縣長的人選 最多只有三個人 不過今年卻大幅增加到四個人 有競選連任的國民黨籍劉增應 數黨的蘇柏豪 五黨籍魏耀錢以及朱秀珍 那麼我們來看現任縣長劉增應 他在媒體評選全國縣市長 施政滿意度的調查當中 纏連五星級縣市長 而且在全國排名第二 僅次於桃園市的鄭文燦 成績算是不錯的 那麼數黨的蘇柏豪並不是馬祖人 曾經在2016年空降選立委 獲得了12%的得票率 這一次要參選縣長 要挑戰劉增應 我們再來看的是五黨籍的魏耀錢 魏耀錢以前曾經代表過 民進黨參選連江縣立委 在2006年參加倒扁活動 退出了民進黨 最後一位介紹的是五黨籍的朱秀珍 朱秀珍是連江縣自來水廠的副廠長 也是連江縣第一位女性縣長參選人 關心連江縣的選情 我們還是承陳立甫教授來為我們分析 陳教授連江四位參選 是不是連江跟金門一樣 都一定是泛蘭的鐵票區 基本上是 因為就是說它長期都是 從來沒有到今天為止有選舉 還沒有不試過 但是但是說到底會有什麼黨籍來 藍軍的所謂泛蘭陣營裡面 什麼黨籍來當選的差別而已 連江縣是目前台灣 因為其實連江縣 我們目前只有執行的部分 只有馬祖的選舉 其實連江縣的本縣部分沒有選 因為還在中國大陸的範圍內 中國範圍內 所以是沒有參選 所以也就連江縣這個選區 其實是不完整的以外 它還是屬於連江縣一小部分在參選 所以連江縣的選舉是 我們在做選舉的時候裡面是 我們可以說所有的選舉競爭 最難選的 所謂最難選的就是說 它每一票的影響力都很大 它總共只有幾千票 有效投票的人只有幾千票 甚至不會每個人投 以前傳聞 買票要多少錢… 不過應該都是傳聞 現在還買得動嗎 越傳統地區還是可以 傳統地區就是大家也習慣 因為也不會有新的年輕人來挑戰 所以說連江縣 第一個是它選情 我剛剛講說全台灣最難選的 就連江選 因為它每一票都不能少 它也是全台灣最好選的 因為你只要有固定的票 你就一定當選 所以連江縣有兩個特色 就是說它是全台灣最小的選區 可是它平平是 也可以當選縣長 這一次比較特別是說 有一些第三勢力的黨出來選 我們可能明顯地看到 連民進黨在連江也沒有提名 跟金門一樣 它也沒提名了 那連江縣有這個 我想現任縣長劉振英 當然是要繼續連任 大家本來就預期 不過我們在想到 現任縣長劉振英 因為在天下跟遠見的 幾年下來的民調滿意度 幾乎是高居所有各縣市之冠 也就是說在當地好像很受到滿意 這樣應該對它要連任 應該變得也是文鐵票吧 就像我們分析的 就是說因為連江縣的馬祖地區 其實本身是一個 非常傳統跟保守 而且一般台灣人 想去都沒辦法去的 就幾乎都不會去的 所以當地人大概就是當地人 也幾乎沒有任何外來的人口 只有外移人口 它如果能夠在當地 做到當地的地方服務 是很透徹的 想要挑戰它會很困難 因為如果它有在服務 而且服務得到位 這些票只要有幾千多票 它大概就是 鐵票一千多票 它大概就是沒有人可以挑戰它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天下遠見在做地方民調 如果你真的到連江縣去打電話 它會很容易就變成是 壓倒性的支持的滿意度 因為就是只有那些人 可以接電話 總共選民也才幾千人而已 所以能夠做的事情 相對來講它的負擔 不像別的縣市要規劃 也有分化什麼什麼都要一堆 為了要協調各個鄉鎮的利益衝突 但是還是住這一次例如說 竟然有第三次地鄉樹黨 這種年輕人願意去 從偏鄉基層 願意從偏鄉這邊開始去沖沖看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這一次觀察 最感到欣慰的 就是年輕人也願意去 比較艱困的地方去挑戰看看 好 非常謝謝純教會 今天為我們波雲人見日地分析了 金馬地區 這個連江縣分析就進行到這裡 非常謝謝